歡迎回到電競七年超級聯賽 我們接下來要進行的是 新海爭霸的季後賽了 今天為大家請到的賽評 依舊是我們的好壞老師 是 老師是來自於高雄對不對 高雄人 是 那就是關於您的同鄉 在八個小時之前的命上桃園 有什麼的看法嗎 對 應該沒有什麼看法 我今天下午還要和九妹討論這些事情 然後我們還要討論說 到底是有一個鴨還是有兩個鴨 對 因為九妹說 就是桃園還有在跟高雄借嘛 所以應該是各有 對 高雄說要借 所以應該是有兩隻鴨 應該是不同的鴨子啦 喔 不同的鴨 所以有兩隻黃色小鴨嗎 所以我們往生的那一隻是桃園鴨 對 那我們高雄鴨是 目前還是現在的 還健在 對對對 了解 所以所有的黃色小鴨迷們 不要急著做這個遺照好不好 看你們這個遺照呢 在Facebook上面瘋狂傳閱 小鴨還沒有死 還有一隻好不好 死的是這個芬生 我們的本尊還是在的啦 好 言歸正傳 我們先來看一下 在我們的這個新海蒸發目前的戰績 但同時呢 我們也有一個好消息 要跟大家來做分享 就是WMO時尚玩家的尋訪戰 這一次又推出了什麼樣的優惠訊息 我們來看一下喔 首先是這個莉領的戰鬥軍裝外套 哇 好帥氣喔 穿上去之後 就有機會跟我們的草爺一樣帥囉 接下來我們另外還推出了這個 狂奔93的棒球踢 我們看到的這位是尼若 哇 尼若穿著也是帥氣滿點 那如果喜歡這兩套衣服的朋友呢 告訴你們喔 即日起到我們的11月7號 有這個優惠訊息 請大家記得來到WMO了 接下來呢 我們是要來票選最愛抽福袋 這個活動是即日起到11月7號加入我們的WMO粉絲團 解說了 好 介紹完好康訊息之後 馬上要回到我們的新海爭霸氣候賽 在這裡我們看到經過這幾個禮拜激烈的戰鬥喔 接下來今天我們要看到的是10年 對上SUSA的對戰呢 這也是我們10年他個人的3P首部曲的第二部 對 沒錯 三部曲的第二部 對 要對上的是SUSA嘛 是的 在上個禮拜呢 10月26號的時候 他首先對到的第一個神族 是我們台灣的夢幻泡泡灰 那這邊最後是以4比2曲得了勝利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位 這個台灣夜汶能不能繼續的贏下去呢 來 這一位我們看到在畫面中央 這一個QMO的同學很帥氣啦 十年 十年你好 那我們看到你這個禁物場的戰績是三勝兩敗 對上人族百分之百勝率 對上蟲族百分之五十 對上神族不錯 百分之六十 今天你對上神族的勝率 是不是能夠再創新高呢 讓我們拭目以待了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 另外一位選手 另外一位是來自於我們FANAMI戰隊的SUSA 我們看到SUSA現在是聚精會神的 在為他的比賽做準備了 他這禁無場的戰績還蠻不錯的 是四勝一敗 對上人族百分之百 對上神族內戰也是百分之百 對上蟲族稍弱一點 目前是百分之六十二 今天對上十年 到底他對上蟲族的勝率會升還是降呢 讓我們就繼續看下去了 好 我們今天的第一張地圖 選擇的是哪一張呢 對 我們第一張地圖 我目前還不知道 這個等到 我來看一下 我來確認一下 哦 貝爾什遺跡啦 是的 對 由SUSA來選擇的地圖 嘿 好 我們看到今天的第一張是 貝爾什遺跡 哇 我們看到這個SUSA的條馬人帳號 是中區喔 對 沒錯 好的 比賽已經進入新戰艇 馬上再倒數了 感覺好像要起跑了是不是 對對對 所以這個動作是要起跑了嗎 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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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衝啊 哇 這個一瞬間有霸氣喔 是 我們看到探測機一馬到天就衝出去了 但是我們首先看到在畫面正中一樣的是 紅色紅色的蟲族 對 在十一點鐘方向 那這是遊戶閃電 SLED 紅色紅色的蟲族喔 對 接下來我們看到藍色藍色的神族 對 來到五點鐘的方向喔 那這一個是我們FONETIC戰隊的SUSA 對 藍色 藍色的神族喔 好 目前我們看到這一張兩人點位的地圖 彼此還沒有什麼特殊的開局 對 這個 風兵浪靜之中 看看能不能再開局 因為我記得實戀在之前對揮的時候 是打得相當針對的 取得了開場的兩勝 所以其實這個來看一下 他對於SUSA的一個了解 他對SUSA的了解絕對不會比灰來的更深 對 這邊一開始暫停了 這邊是SUSA喊的暫停 來 稍微 速度 速度 速度又開錯了嗎 速度啊 速度 速度 到底是哪一個速度 好 速度是不是沒有來開到最快呢 對 這邊來留意一下 看一下速度的一個部分有沒有問題 這邊可能要請工作人員或是裁判來幫我們檢查一下好嗎 對 請我們的裁判上來留意一下 來看一下目前的一個狀況 我記得這個好像上一次也是有我們外籍選手的例行賽 也有發生這樣子感覺速度不太對的狀況 但是這邊閃電郎表示 其實閃電郎還是Hashton Hashton 我忘了欸 就我記得也是 好像是Hashton吧 Hashton 也是外籍選手 對 那這邊的話來看一下 好 我們這邊裁判立刻為我們進行檢查 對 因為我記得在遊戲當中裁判是可以調整速度的 所以其實稍微調整的時候就可以知道到底有沒有 就是你要調快 然後反正不能調其實就是已經是沒問題了 對 SOYA and STUBY 好 有發現了 SOYA and STUBY 對 沒關係 那我們這邊繼續比賽 沒有問題就請比賽繼續 好 所以這邊我們確認之後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比賽就要繼續囉 對 這邊的話應該會遲到一張警告 不過一張警告是不會判斷的 他在繼續比賽了 好 那趁現在這個封平浪天的時候 趕快跟大家來預告一下 我們今天是11月1號 11月2號也就是明天 明天我們要進行的是下一個賽季的升降賽出賽 那我們看到A組 B組的比賽結果都已經出來了 那我們明天要打的是C組以及D組 那在C組的部分呢有這個Vanilla 我們HIGH SPIDER的人族選手 對 Fire Monster也是比較知名的業餘選手 也之前有參賽過的 也是有拿到宗師的喔 對 欸 Fire Monster 其實我還 Fire Monster好像沒有 我記得拿到宗師好像是齊多 在D組的有一位選手齊多是有拿到宗師 因為剛剛猴子說Fire Monster好像也有 也有嗎 有可能 因為可能猴子那邊跟Fire Monster有一些私交 搞不好他有知道 有曖昧關係 有可能啦 猴子他比較多的曖昧關係的一個對象 好 那更重要的是 在我們的禮拜天11月3號下午呢 就要進行我們升降賽的總決賽了 那總共會有8位選手呢 從各組當中混合出 然後進入我們的總決賽 總決賽會選出4位啦 4位最後下一期就會成為我們的職業電競選手了 好 講完了 趕快回到我們的戰局 對 我們這邊的話開局來看一下 這邊選擇是裸霜 好 裸霜遇到的是冰營開喔 那在開局上來講 10連開局這個是相當相當不錯的喔 另外就是相信很多朋友在關心 我們的人皇卵球喔 因為球哥之前啊 這個手有點小受傷嘛 那最近呢 因為前陣子戰況不佳 掉到了升降賽 而且升降賽分組又到了 算是一個死亡之組對不對 對 他來到了 決賽會在B組跟扇是同一組的 因為他今天在A組的時候 是不小心輸給了 我們一位葉宇群的算花有復仇 對 算花有復仇喔 不過這邊還是打回來 那這邊的話其實B組 因為我們這個是雙派淘汰取兩名 對 所以其實軟球這邊就算是 遇到扇可能不幸算他運氣好 被他打贏了我們球哥 對 但是我們球哥還是有機會 以分組第二名來晉級的啦 對 不過我個人當然是希望他可以分組 第一是直接把扇給擊落馬下 沒錯 絕對是一個最好 最兇惡最完美的一個結局 是 好啦 再次提出各位 我們宣降賽是採用這個雙敗淘汰制 BO3的雙敗淘汰對不對 對 是BO3的雙敗 所以其實像今天軟球也是一開始遇到了 REAT FIRE 對 紅火那位選手 業餘選手 那雖然第一次輸了 但是在後來又贏上來的時候 再次遇到的時候 其實他去擊敗了對手 對 所以其實 雙敗淘汰的一個比賽是 尤其是BO3啦 其實在看選手場上面來講 我相信比較有實力的選手 應該比較不用擔心 那這邊兩次寬式已經來了 唉唷 往後退 還好 還好 那我們看到在SASA的家裡 這個野獵場是已經蓋到一半了 第二個主堡的完全度 也來到了60% 生產了哨兵 在門口這邊要做一個基本的抵擋 可能母艦和仙也在幫忙打狗啊 對 這邊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邊SASA 打的還是非常非常保守的 我們看這邊想擠單擠進去 然後SASA兩隻寬式往前走 看到對方有後寵有狗 他直接選擇到後側 所以這兩隻其實是要打 對方三開的一個timing 那這邊開局 看到對方二礦已經好了 那後寵有狗就直接選擇走人 那門口已經封死了 再生一攻 是 然後我們的狗住室已經完成了 我們看到現在時間來到6分鐘 其實10年並沒有打算了 有更在講 他馬上把第三個主堡給放下去了 對 他這邊放下第三個主堡 同時放下了二瓦 那這邊初期的提速異化蟲 就是在家裡面四周圍繞 不要讓對方的水晶塔偷偷放下去 是 所以其實可以稍微留一下 SASA這邊有稍微細節的部分 那這邊放在機械製造廠 看起來 這個一攻 那能夠選擇的 我們可以選擇空頭 對 那一樣喔 我們也可以選擇空頭燒爪 或是選擇早期開山礦 我們其實這早非常非常早放 欸 這其實是一個拳房啊 對 那當然也是 但是對於銀杖來說也是不無可能 有一次上禮拜我記得SASA才被灰的一個 combo技直接打死 對 所以這邊其實是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那 一畫蟲 這邊一連派 一連串的一個建築物 不對一個王蟲 來看得很仔細看得誰 你還沒有偷上 好 這時候我們看到在十年跟家裡 這蟑螂防守場即將就要完成了 對 這邊選擇是冷靜空頭 對 那看一下十年的一個防守 家裡邊張的防守已經放了 對 非常非常好的一個紀律性 那我們升級了二本 工兵正在補三礦剛完成 人進空頭 人進完成的同時 我們看到一攻也是要完成了 對 沒錯 這個抓這個一攻的一個timing點 來做一個壓制 那對於十年來講這一波的防守 非常非常的關鍵啦 因為這一波壓過來 如果你三礦這邊打掉就不用打了 但是因為我看到二礦手下第一次 其實拔過來趕快補蟑螂 防守上問題應該是不到 我們看到對方已經壓過來看到了 是 哎呀 從台有已經被揍了 家裡面要不要補蟑螂 第一次補過來 OK 哎呀 立場瞬間放 那我們看後面的蟑螂數量 有 在量產當中 緩球 追用炮台走了過來 第一次扎根 哎呀 這個我們看到 追用炮台被卡住了 被卡住 不過這邊後蟲小心 後蟲小心 狗往上面硬走 有 我們看到這邊好像有點太晚發現 是 對 蟑螂 說好的蟑螂海 有了 蟑螂數量可以 對 這個蟑螂的數量應該後蟲不要死啦 有 有 有 走過來 對 過來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操作 不過還好這邊有對用炮台 有蟑螂的話 後面的蟑螂還在補 可是這個立場是組合了 蟑螂進攻 不過這個蟑螂在打 這樣子一個配兵組合來講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那只要特別留意 有 慢慢感覺是可以逼退他 哎呦 環球又來一顆啊 我們來看到這個環球 環球再加上立場 對 放的相當 其實是相當不錯的 但是我覺得單以這個配兵組合來講 應該是可以守住 SASA這邊可能要想往後撤 有 我已經後退了 不過這邊其實這個往後撤 這個山礦有被騷擾到 死了九隻的工兵 接下來這邊點掉哨兵 點掉哨兵 不然對方下一波過來很難守 有啊 這在追哨兵啊 有 點 再點 哎呦 這個再起來 這個人性操作 是 最後一刻我們看到這個紅血 紅血的哨兵是及時搭上飛機 狂兵成功 兩邊少量的部隊在這邊做操作 那現在家裡面還在補些微的蟑螂 對用砲台已經插下來了 那家裡面補的是三礦 以及再出了少量的不朽 好 我們看到剛剛SASA是擊殺了九隻工兵 雖然說我們後面這邊是補出了更多的蟑螂 但是有點為時已晚了 那這邊的話應該是 對方應該是會走掉了 那這邊SASA可以暫時先離開 因為蟑螂的提出還沒好 那工兵趕快刷起來 因為SASA這邊三礦已經放了下來 而且已經完成了 我們看到SASA家裡 現在是在生產不朽 因為看到你出蟑螂嘛 那這個不朽也是打蟑螂的好 對 蟑螂往前走的時候遇到了 這個空頭 這一定要空頭嗎 對 他應該是不敢放 因為這邊的話 我們看到蟑螂數量立刻補 前面壓了蟑螂也已經來到了前線 但是對方的不朽數量很多 上去看到走人 而且我們這蟑螂提速就差那麼一點點 這個蟑螂不能死 因為現在這個timing點 是抓工兵的一個好時機 我們一定要把工兵的數量再補起來 因為現在的工兵落後十隻 48比58 對 那我們看到SASA這邊呢 他陸地部隊的二攻 二攻即將就要完成了 但我們看到蟑螂的一攻才升到一半 如果這個蟑螂硬上的話 可能會有趣對不對 對 這邊已經在升三攻了 哇 下一波 速度好快喔 對 下一波會是不朽配閃追的一個配兵組成 他並沒有選擇出巨像 那這樣的話 對於SASA來講的配兵組成就會來的比較痛苦 他現在這邊的話 把工兵補起來放下來螺旋塔 想要抓對手的巨像 但是對方沒有志向 根本沒有要出巨像 對 而且有了這個閃現科技的話 也不太怕你的非常狂 好 我們看到這邊蟑螂是嘗試要硬破神族的三晃 但是這邊立場放的還蠻不錯的 對 這邊用一個盾地 躲起來 來 掌握球 這樣就走不掉了 看看能不能走掉一隻 欸欸欸 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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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走掉 哎呀 這邊在送兵了 趕快一個盾 刮著 沒有 他這邊還在補不朽 下一波推出來會是五隻的不朽喔 是 喔 五不朽 三攻 五不朽 這個部隊很 很兇啊 喔 很兆啊 真的很兇喔 雙方這個人口的數量 我們看到 人口差距 對 史萊這邊想要轉飛塘 但是 把這一波其實 可能有點來不及了 對 想要換掉 因為對方走的是 對方走的是閃追喔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這邊 已經發現對方是一個閃現追列 那這邊想要卡 這個飛塘是不是就維持一軟 對 史萊本身是 打魔獸爭霸3的選手 所以其實他的卡位是相當給力的好 對 我覺得這個轉兵 因為你現在發現對方是不朽 但你又不能不 你發現對方是閃追 那你又不能 不能不轉 可是其實老實講 你現在轉了還是很難打喔 這一個配名組成 會不會玩客 是 真的是被玩客的 飛塘還是補了出來 好 我們看到現在 沙瑟是已經壓到我們 十年的重開上面 家裡十二隻飛塘 正在量產 同時又會空投 哇呀 這個家裡面 二礦直接掉 那張廊選擇繞過去 打對方的主礦 這邊要打一個 算是逼不得已的換家啦 對 那因為你沒有的選擇了 然後全家老小媽媽帶著公兵 都一起農民起義了 第四 第四的這個輸出 第四 錯 我錯 兩個來不及完成啊 對 來不及完成 非常數量也不夠起來 家裡面三礦同時著火 Slayme這個三礦同時著火 應該是沒救了 因為三礦 換家的換家也是有推 對 這個因為 基本上對方是有 還有一個三礦的 而且雙方有一個人口數 我們看到完整的一個配品組成來講 也是 哇 也是Slayme是一個 完美的一個狀況 你看到Slayme現在的人口是 十年的兩倍之多 現在是53 對上123 這怎麼打呢 哇 沒有辦法 這個玩 主堡跟我們的狗屍就要倒了 對 他這個主堡在掉 就幾乎是沒得打了 我們看到這邊直接掉 對 剩下三隻的公兵 對 他也沒有錢可以放主堡 所以其實這個換家 Slayme也知道喔 其實這個換家是 是沒有意義的喔 對於對方來對於這個 Slayme的部隊現在回救 只是 好 擠進來 那這邊的話 所有部隊要最後再淹沒大喊 好 Slayme 非常奮力一搏 豪邁的閃進來給你一個GG的理由 對 最後我們看到 第一回合是由來自於 Fanatic戰隊的Slayme 這邊取得了勝利 那在這裡呢 我們還是要請好壞哥來 幫我們講評一下 那到底這個Slayme贏的關鍵是在哪裡 我覺得這個單以 我覺得這個空圖 Slayme做得很漂亮 因為他這邊玩 基本上打一個人進空頭 從頭到尾沒有被偵查到 那Slayme本身的一個偵查 當然也是不夠到位的 因為他並沒有飛王蟲進去 王蟲的位置其實都是比較偏遙遠的 他也沒有偵查到對方的一個戰術 在發現對手一攻之後 他雖然有發現對手可能的意圖 有下地刺 有下對方炮彈 可是其實蟑螂地刑沒出來 對方對方這一波壓制 直接到自己臉上 才發現的時候蟑螂其實只會11萬 好 我們看到許久不見了 春秋老師 春秋老師現在呢 就在我們的十一旁邊 給你一些建議喔 對 那其實剛剛的換家是逼不得已的 因為其實在前面那個之後 就已經是太虧了喔 對 確實Slayme這一波的一個 錢壓做得非常非常的到位 而且很漂亮 這一波真的是很漂亮喔 那後面的一個開出三框 然後果斷選擇了閃追配不朽的一個強大的配拼組成 其實這邊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我發現其實歐美選手在中後期的配拼 在跟我們主流常常看到的韓國選手 其實是有些微的差距 對 對 他這邊選擇的並不是我們常看到的轉速具象 對 而是直接選擇了大量的不朽配合閃追 因為他知道自己優勢很大 你可能會抱大量的蟑螂狗 硬點我的 硬壓我的時候 那家裡面就直接利用不朽來做防守 其實是還蠻強大的 那也可以抓準一個 就是也不用等到 也不用等到我們具象的一個射程啦 直接不朽 差不多數量可以了 好 就給你死 攻防又領先這麼多 對 那攻防又是三攻的一個情況之下 其實這一回合我覺得 SASA打的這個套路打得非常漂亮 是 好 我們現在是已經進入第二回合了 第二回合這邊 這邊 我們看到行聯所做出的地圖選擇是永燕 對 那第一回合輸掉了 這一回合就要特別留意了 我們這個導播哥是黏上了SASA嗎 難道我們導播哥是Fuffich 對 他想要談一場Fuffich的戀愛嗎 對 唉呦 好 我們這邊螢幕上看到了 這個六點鐘方向就是遊戲閃亮的SASA 我們講的他不好意思 對 紅色紅色的重組 是 好 我們看到了 這是在我們地圖的六點鐘方向 接下來來到12點鐘方向 對 螢幕上現在看到 這個是我們Fuffich的戰隊的SASA 我們外籍選手 藍色 藍色的神族 好的 我們看到在上一場呢 SASA在一開始進攻的時候 然後我們看到 環球發配特段的立場 可以說是把神免的三框在那邊壓著打 對 那這邊選擇了一個 哇呀 這邊選擇了野鏈場 要用光泡快攻 對 那這邊要跟大家講 這邊因為天地圖做調整了 所以我們在天聯賽這邊 我們這邊的地圖也是跟著做調整 對 也是感謝鄉民的一個不令告知 對 我們的鄉民當中臥虎長龍 雖然每次臥虎長龍都差不多 那幾位 但是特別感謝 非常感謝 那這邊的話 不過 神免打的是慢狗開 那剛剛就是也有鄉民跟我們說 其實SASA的配品組合 如果說碰上百生蟲的話 可能反而就是會有些神學 其實如果他的配品組合 確實是相當怕百生獸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就是有針對臥虎長龍做研究 然後這邊拉出來 這臥虎長龍目前在使用百生獸來講 慢慢有在增加 但是還是不多 還是不多 對 確實剛剛那個配品組成 遇到百生 他們會非常難推 可是因為前期他已經成功 壓制到了SASA的一個經濟 這裡又放了 狗 四條狗可以 沒有任何問題 四條狗出來 好 因為前期已經影響到了SASA的一個經濟 所以他可能也認為 基本上其實老實講 在初期如果你的三況 就是已經公兵 因為剛被壓完之後 公兵其實只有40隻左右 30幾隻不到40隻 那其實這邊選擇百生獸的機率 就會來了偏低 因為你要出大量百生獸 同時把你的三本往上提 不然你其實還是會被 之後轉出來的具象給壓制住 對 所以這邊的話 很可能就是 還有抓準蟲出一個心理 就是被壓住之後 因為你會不小心爆出大量的蟑螂狗 對 你就會想說試圖做一個壓制 那其實你在花掉那些蟑螂狗的經濟的同時 你下面要再進行一個可能 選擇轉出百生 要同時兼顧山礦的一個東西 會比較來的困難 對 所以這邊可能是 選手上的一個選擇 唉唷 這邊瘋的 好 這邊我們看到 這三隻狗狗是順利的溜進去啦 但沒有想到這個探測機 也不是省油的燈 趕快放下一個水晶塔 對 這邊再點那個水晶塔 應該最後是會取消 好 那因為狂漢獅 這個時候要拖到狂漢獅出來 降低自己被騷擾的一個 狂戰士就快要出來了 對 這給他緊張中的時間 狂漢獅出來了 那這邊的話 翼化蟲也來到了這邊 看能不能多少打一點東西 對 狂漢獅出來了 那這樣的話就是以偵查為主 沒關係 是 那同時在十年 三礦那邊的水晶 也是成功的逼退了 所以現在十年的三礦 也成功的放下去 對 現在史蘭這邊已經 家裡面也是順利的來到了三礦 那薩蟲的一個開局是沒有賺到的 這邊升級了一功 翼化蟲看在眼裡 好 看在眼裡 好 應該知道對方才升一功 那自己家裡面就要多加留意 因為這張地圖 非常非常適合雙礦一波 因為神主在這張地圖 三礦並不好開 所以對於蟲族來講 就要特別留心這一塊 這個三礦要嘛就是選擇二礦前方 距離稍微就有點遙遠 那如果說選擇二礦正後方 又要先打掉石頭 對 那不然就是側邊啦 像蟲族開的那個位置 那那個位置其實會是比較常見開的一個 有一次蟲族炫耀都會習慣開那邊 那人類和神族就不一定 那不管怎麼樣啦 這張地圖對於神族和人類來說 其實相關都是相對之下來的 比較難開一咪咪的 我們來看一下石面在這張地圖 會做出什麼樣的選擇了 那這邊的話選擇一樣六分鐘下雙瓦 正常的一個開局 好 這邊一樣是放下蟑螂繁殖場 好 這會兒當然比較早放 因為看到對方已經剩一弓了 其實要特別 真的是要特別留心 那旁邊蟑螂要偷飛嗎 好像這個蟑螂還被追獵抓了 這邊打了一個補到5BG 6BG 好 一波 6BG 一弓 一弓8BG 還是一弓7BG 7 一個復古風 8 8BG 一弓8BG的一個戰術 那你要守住這一波 就是蟑螂了 沒有別的選擇 你要守這波就只有蟑螂 沒有別的選擇了 那這一波的一個台名非常非常早 現在開門已經好了 蟑螂的數量 一弓也要好了 對 不過這邊有一個好消息 是他二本媒體 二本媒體表示你的經濟是有辦法 爆出些微的部隊來做支撐 可以 好 我們看到蟑螂是已經出來了 對 可以先撐住這一波 第四要不要下 要守住這波 一定要有兩根第四 會來的比較保險 當然家裡面大量蟑螂和狗 是不可以少的 但是一定要有第四 這是沒辦法的 來 往前走 有沒有辦法逼退呢 這邊SASA好像放掉了 SASA好像放棄了 SASA放棄了 很果斷啊 其實我覺得這個 有時候我們在講 就是選手 尤其是他人選手 其實很普遍的會發生一個狀況 就是他們會覺得打不下來的時候 還是要硬打 那我覺得這邊可以看到 我覺得SASA這個選擇 非常非常果然 他可能是以自己的一個經驗 認為對方在這個timing點 放下第四 然後蟑螂和狗都出來的情況下 他認為自己這一波 沒有機會雖然很虧 但是他依然選擇好 打不下來我就死定了 那我乾脆先虧著打 我記得有一次 SASA好像自A自己的巨像 對那是轉兵 對那是一個轉兵 由此也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他真的是非常的果決 懂得斷尾求生 對他會在某些狀況底下 做出一些不錯的一個判斷 那這邊我們看到 SASA立刻來做一個反推 對給對方壓力 家裡面在給對方壓力的同時 家裡面也生了二本 以及補出了一些工兵 對 好我們看到這邊還是嘗試要帶自己的來進攻 對其實這邊總一定要嘗試做壓制 這一個壓制其實有很多目的 第一個就是逼你爆兵 讓你沒有辦法過太爽 第二個重點在於我把兵力壓在你家 確認你是不是把兵都收在自己家裡面 那我們也同時在沿路 把所有的水晶塔都清掉 也讓就是確保自己家裡附近沒有水晶塔 也不會就是例如說 我還在家裡面掃 突然間下一波已經又在門口 又蓄起來又過來了 沒錯 對所以這個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這邊轉出了不朽 立刻轉一個 原本是8BG立刻轉了 三不朽還是雙不朽要做壓制 如果要等三不朽可能會太晚 然後我看到這邊神族的一防 即將也要完成了 對不過這邊的話 Slan這邊張榜的提速已經即將完成了 家裡面放了又放了多根的地次 上次其實我還跟Slan在聊 就是要怎麼守三不朽這種 就是我們自己重組 術語叫做無齒戰術 對要怎麼守這種無齒戰術 那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就仿造San 我覺得三到四根的地次是必須的 對在某些 划算的投資 對絕對是划算的投資 那這樣的話你才有辦法在 有在好的地形點跟對方打一個會戰 因為對方一定要想辦法跟你做會戰 好那這邊家裡面補出 現在就是等自己提速完成 現在還在升盾地 雙方這一波應該是可以打到提速完成 我覺得Slan這波的防守 對應該是可以的 來看一下攻防優勢是目前神主領先 那兩邊這邊 不要急不要急 逼對方過來 對 好第四在後面輸出 因為第四的射程比蟑螂遠 在這邊就可以有效的 有效的輸出 蟑螂這邊雖然被隔開 不過第四後面打得很爽 好第四後面戳很爽 後面補兵 蟑螂被迫逼退了 對蟑螂往前頂 可以 可以 哨兵點光 要不要 加油 要不要先後車 哎呀選擇要去點不朽 哎呦 你這個換的有點虧啊 要不要往後退一點 這個有點太衝了 是 趕快回到我們第一次的射程之內 對 沒有立場了 沒有立場了 可以 蟑螂還在場上 可以 又一隻點掉 最後一隻點掉 對 剩下一隻蟑螂了 最後一隻 對 看到你了 小寶貝 哎呦 被困住了 哎呀 點掉可以了 後面的兵就上來 可以了 好 我們看到經過這場會戰的現在 閃避的人口就落後了10年60之多 對 那後面在補兵這邊 重組主場作戰 在對方沒有不朽的情況之下 現在刷出來的 兵力全部都是優勢兵力的 因為只要沒有不朽 蟑螂就成為了大大 對 大大你好 對 但是對於到不朽的時候 他就要喊抱歉了 對 他就只能先撤退再說 這一波成功逼退對手 其實我們看到便宜又好用的蟑螂 在這一場是立了大功 這一次我們SASA只好先退回家裡 他已經放下了這個母光椅會了 對 他如果這一波退回家裡 他就變成說只能選擇先守主 然後想辦法開後面那個框靴了 對 那這樣的話這邊就看能不能加減鑽 那主要是我們看到其實在立場上面 也出現了一些小瑕疵 因為立場不夠了 對 再來講這邊其實應該是想把對方 關起來揍掉 但是因為立場數量不夠 所以沒有辦法封死 而同時在10年的家裡呢 他這一場又選擇了螺旋塔 對 因為這邊壓著 你不可能再出對方的經濟不夠好 那螺旋塔其實在這個timing點是 其實這邊看你要出什麼都很強了啦 對 這邊我們看一下這個機器的控制核心倒了 這張是馬生閃追裂了 對 只剩下 只剩下狂戰士涵不朽 可以刷了 在生閃追 他這邊沒有打算要開礦 他這邊還是要選擇打正面 這邊可能就是兩礦撐到底啦 對兩礦打到底了 好 沒有辦法了 沒有後路了 這邊我們看到螺旋塔即將就要完成 如果飛躺出來的話 對於10C來講應該會很頭痛 對 10C這邊家裡面轉了一個飛躺 但是這個真的很危險 其實我 現在這是對方的一個timing點 因為對方下一波刷出來 大量的一個閃現追裂 如果你剛好 一化蟲的一個數量不夠的情況之下 確實是很危險 不過這一回合 這個攻防差距沒有這麼大了 那我們看到這邊 好 空頭 空頭 在家裡不會有發現嗎 還好因為這邊轉的是飛躺 所以這個空頭是 應該是會無攻而返 那我們部隊 部隊這個怎麼辦 但是飛躺還沒出來 家裡面在燃燒啊 飛躺還沒有出來 對狗全部往回拉 哎呀 這個空頭 打到臉上了 螺旋塔還沒點掉 說好的 你不是說飛躺會來救嗎 對 沒有飛躺還沒出來 有出來了 出來了 正所謂原水救不了近火 這邊的話 飛躺素量很尷尬 因為飛躺塔被點掉 腦袋非常數量不夠 他只好再轉回去蟑螂 對 好 那這邊 剛剛這個升到一半的 這個飛躺一公白條 對 而且家裡面現在就等於 非常必須要停了 必須要停飛躺了 這時候我們看到 他在家裡是已經完成了 哇塞 他不只是要出產這個巨像 連這個引刀塔都回下去了 正面來了 正面來了 對 正面來了 飛躺硬頂 是 飛躺表示不朽 你是我的 對 硬點不朽 非常把 其實這邊非常只要把不朽換掉 因為他家裡面只能出張了 他把不朽換掉 接下來還是可以打會戰 不過這邊輸了 不對死光了 不過這塊還領先60 我們看到非常上來 加減算 我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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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SASA人口就落後了100 對 落後 對 差不多 91 那這邊正面第二波又來 那這邊的話打一個雙線應該 只有不朽 哎呀 這個只有不朽 這一次的話 十年給SASA一個GG的理由 對 那這邊的話 正面壓著過來 二礦 主礦的騷擾這邊 SASA應該是 順利的要拿下這一場 你順利了嗎 對 然後這邊部隊會合 換成SASA 很乾脆要給SASA一個GG的理由了 是第一 好 所有的部隊壓上來 SASA這邊在做最後一個操作 其實這個相當頑強 對 相當相當的頑強 最後四字的追劣 四大天王 好 三 三不朽 二 二 左右護法 然後又回到了四大天王 三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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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用心良苦嗎 對 這一個 為了讓我們看漫漫 兩個小時心海嗎 對 哎呀 哇 剩下最後一個 這邊打了GG 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十年 在這個第二回合是取得了勝利 現在我們的比數值來到了1比1雙方 打成平手 那我們還是要請好外老師來跟我們講解一下 你覺得在這個第二回合 為什麼十年可以取得勝利呢 我覺得十年對於這張地圖 可能是也很 就是他應該很了解這張地圖 對方二雙方一波的機率非常非常大 所以在狗這邊 哎呀 我們這個是JSR的等級的 是 有沒有看到在後面部 真的 對這個是GSR等級的賽事 才看到選手在喝 因為紅牛 對啦 那這邊 對 那這邊剛剛講到 講到 為什麼在第二回合呢 我們這個十年這邊可以順利的取得勝利呢 一樣是走這個蟑螂 不過這一次我們看到 三礦放的比較少 而且蟑螂翻之場也是下的比較快 對 我覺得這邊是有第一時間 斬查到對方一攻啦 他剛剛那個一攻的timing點 就心之不對 心中就覺得絕對有問題 那對方突然是追劣以後在早期出來 在地圖四周圍繞的時候 他家裡面就知道 這個應該是有問題 他連二本都沒提 其實跟第一場很大的差別 就在於他這一場 二本之連提都沒有提的 對 所以他這邊可以早期爆出大量的一個平力 立刻做防守 那這邊剛好就是成功的守住了 這一波很關鍵 是 所以我們看到 現在也是1比1打成平衷 讓我們先傳回去 休息一下廣告之後 請大家記得回來 歡迎回到電競新年超級聯賽 我們接下來要進行的是 星海爭霸的第三回合了 前面兩個回合 兩邊是打神的平手 1比1 接下來第三個回合要使用的地圖是 雅齊龍荒漠 對 我們佑名吳齊龍荒漠 或是四爺荒漠 是 對 這個可以來看一下 所以老師您也有追這個步步驚心嗎 對 有看一下 真的喔 真的喔 對 有瞄一下 那感覺如何呢 對於這種穿越劇有什麼樣的看法 沒有 我只稍微看一下 我還覺得這什麼鬼東西 有啦 我有稍微瞄一下 對 但是沒有看完啦 就稍微看一下 是 如果你覺得這個 穿越劇很扯的話 我發現現在一個新的潮流是 復生 復生 對 有這種東西 有有有 就是之前啊 我就 我媽媽很在 最在迷最近PTT也很紅的 這個芙蓉格之戀 然後就跟著我媽也看了一下 前面就是淒美的愛情故事 然後因為它是把古代的這個 異計的概念搬到現在 會讓你有一種時空錯覺的感覺 但重點是 前面非常淒美的愛了就是你死我活 然後愛了你愛我我愛你 然後又誤會來誤會去 誤會了二十幾集之後 突然間劇情急轉直下 突然有人被附身了 什麼 對 然後是鬼片嗎 就 很奇妙的是 就是明明就是俊男美女的那種 感覺是瓊瑤劇 但是後來突然殺出一個附身的劇情 很奇妙 這感覺我覺得應該有走 走那種台灣我們 台灣的鄉土劇路線 對 台灣龍舔風啊 對 走著走著就 對 臉就變了之類的 這其實還蠻合理的 我們這邊看一下 點位啦 我們來到11點鐘方向 現在有沒有看到 是 剛剛OB戴很久齁 戴著大主堡 一直要做一些鏡頭的變換 因為我們一直不講 喔 來了來了 有 看到了看到了 唉唷唉唷 唉唷 是是是 這個是45度腳除靶 唉唷 帥氣啊 下面那顆蛋 那個蛋 那個蛋 一定是蘇貝老師的蛋 不用驗DNA就知道了 他是SLAB的蛋 不要這樣子齁 對 他是工兵 好啦 我們這邊是 你講到他都害羞了 有一閃電廊的SLAB 你看他不願意投入其他工兵的懷抱 你看 來開礦來開礦 對對對 唉唷 來來來來 那這邊的話 5點鐘方向 我鬆了 對 這邊打了一個BG開 媒體格戰隊的 SUSA 藍色 藍色的神組 兩邊現在1比1打平 是 SLAB有沒有心臟 SLAB如果心臟夠大顆 這邊來個三開 這回合就 開局就賺了 三開不是傳說中的這個 獨孤九劍嗎 是這樣子嗎 好像是 我也不確定 最近流行的是泉水溝啦 雅典大的金灘是四開 沒有沒有 是五開 是五開是不是 我現在大家都 四海遊龍四開 還有一個宙斯的笨怒 還有六開是不是 對對對 還有豬神的黃昏 七開 七開是不是 對對對 我總覺得豬神皇比較像自己的黃昏 好像要輸了 我感覺比較像自己的黃昏 七開 七開是要被打爆的意思嗎 七開也太誇張了 沒有啊 現在流行搭配這個泉水溝的戰術 有搞錯啊 了解了 七開你有泉水溝也算是蠻妙的啦 好啦 我都不知道有沒有花那麼後面 然後我們這邊來看裸雙這邊單兵一開 這就是第一回合的一個開局 好 黃昏斯往前走 好 平常是雙狂 來看一下 現在這一場呢 會選擇跟之前一樣的戰術嗎 因為我們看到 他原來的那一套戰術 等著這個算是一工完成的這個時機 給予對方壓力 這個節奏已經被十年也試過了 對這邊其實要看 因為畢竟一二場還是有差別啦 第一場是直接8BG潛壓嘛 那第二場其實是比較偏向 就是人進的一個 速人進的一個潛壓 對那第三個回合 就要看他要怎麼打 因為這張地圖其實非常非常適合的是 在早期使用4BG 3BG的一個空間 就能做潛壓 不過薩斯已經放下野鏈場 所以這一個可能性是大減 但是還是有可能會出現 例如說人進的 帶人進的一個潛壓之類的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等一下冰影 停他身攻防了 那十年這邊也是還蠻謹慎的 我們看到他出了好幾隻狗狗 現在已經四處搜尋 看平常有沒有這邊被偷藏的水晶 對這個很重要 其實這個初期的一話 我家裡面試做一道 5分鐘就放下了蟑螂繁殖場 對他這個就是很害怕 因為這張地圖真的太容易 太容易早期被壓制了 那先放蟑螂繁殖場 其實我覺得是OK的 是OK的 那 我怎麼覺得他想要潛壓 等一下 那不是這樣 我覺得他是要爆蟑螂潛壓 難道這是傳說中的 對這裡應該是蟑螂潛壓 沒錯 這邊一次爆了大量的一個人口存錢 直接蟑螂開命 所以他是沒有提速的蟑螂加上樹狗嗎 對沒有提速的蟑螂加樹狗的一個潛壓 對那這樣的話 這一波的壓制很兇 但是現在在有母艦核心的神族來講 防守的壓力大減 跟以前比起來是輕鬆很多的 好 我們看到門口的建築學是已經做好了 那這樣子蟑螂有辦法站到便宜嗎 其實以這個timing的一個蟑螂來講 應該是可以給對手一些壓力的 應該是可以給對手一些壓力 好 蟑螂出門了 這個媽媽先把這個母艦核心給趕跑之後 跟蟑螂說快快快趕這個機會 好 這個是蟑螂破口 牠不管你光炮 蟑螂把門口快點了狗全部進去 或是把水星塔點了全部穿進去 就是要鑽你的弓兵 那這邊來看一下 鑽你的弓兵和鑽你的哨兵 那這邊 這邊感覺薩瑟的刷兵的數量有點多 其實這好像是有一點FU 不過母艦核心不在家 薩瑟沒發現 不然母艦核心找回家了 薩瑟沒發現 這個有機會 這一波進去 沒有這邊進去 還有一個母艦核心直接回家 放下了光炮 這個母艦核心回家 但是沒能量就大光炮了 那這個母艦核心就是單純的一個輸出 單純的一個輸出 野煉場即將就要被拆掉了 對已經直接取消了自己的一鉤 後面再刷冰 他想要把門口的兵營點光直接打死你 來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可能 第二個兵營掉 力場 力場還在放 還有力場可以放嗎 稍微往後拉一點 後面的狗 20條後面的狗 稍微往後拉 有機會了 衝進去了 對這邊上去 我們來看 哨兵丟了兩個力場很不錯 但是 這個其實我覺得 SASA的防守做的太漂亮了 守住了 看起來是守住了 SASA這一波如果守住了 他就賺了 他就賺了 而且是賺不少 好 我們看到後面還是補了很多狗到前線 但是現在是進不來了 進不去了 這個只能走人了 那這樣的話 SLAIN這一場 那10年剛剛溜進去 阻礦的狗狗有困到一些嗎 被工兵殺光了 因為進去的太少了 殺了不多 總共殺了50的工兵而已 而且那應該是 蟑螂殺了比較多 所以這個開局已經是虧著打了 那這邊SASA放下了機械製造場 我覺得SASA的防守真的做得很到位 我不知道他是有沒有感覺到 因為母親核心在很遠的地方 並沒有拉回來 但是他可能是因為發現 對方一直沒開三框 他就覺得家裡面必須要刷一些兵做防守 結果果然家裡面刷著刷著 對面衝過來了 好 我們看到SASA重新在自己的二框門口 放下了這個建築學 那剛剛這個反應是相當的及時 那前面的進攻十年這邊沒有嘗到甜頭 而反而是讓自己家裡的工兵數量 現在是一個落後的狀態 對這一回合基本上SASA現在已經是虧著打 而且是虧到爆在打了 那看一下接下來要怎麼發揮 確實是非常非常虧 不過我們這邊只要基本上哨兵是遠的 對所以這個怎麼打還不一定 結果還不一定 剛剛那五個哨兵是力大功啊 對沒錯 好我們看到現在充足才在提二本 二本提到三分之一而已 哎呦 轉角遇到愛啊 對不過還好換掉對方 打不錯三顆立場 但是 在騙想在騙 不會再被騙到了 因為這邊放了第一示範沒賺 不然遊戲在這種開過口 其實應該會比較小心一點 是 把石頭咬了 帶著一隻不朽出門 家裡面補到兩根地刺 同時也默默在生產這個傳出能徑 對 SLAIN家裡面要怎麼打 其實是接下來的一個關鍵 他這邊確實是不好打 他放了這麼多地刺 我覺得SLAIN可能會選擇飛躺 如果這樣來講的話 噢 感染蟲蟲 選擇擺身 選擺擺身嗎 感染蟲蟲放下去了 對是有可能的 是有可能選擇擺身的 但是 這時候傻在家裡也在轉兵 他已經放下了飛機場 對因為他不知道在幹嘛 他所有的科技全攀 就是要抓 就是要看你到底要怎麼打 那家裡面雖然有三分第四的防守 但是其實三分第四是不太夠用的 這邊的不朽已經來了 那 阿姨現在的這個兵量 感覺十年有點危險 對家裡面補點蟑螂 家裡面補點蟑螂 第四 第四 從旁邊繞 從旁邊繞 第四戳 第四戳 戳戳戳戳 剩下兩個第四 戳戳戳戳 這個媽媽 小心了媽媽 對媽媽 點掉母劍核心 點掉母劍核心 好 然後 農民起義 對 第四還在戳 第四還在戳 我戳我戳我戳 然後攻兵就算了 回去吧 哎呀 這個還是要硬打 他要硬上 但是這個兵量很明顯的 是不夠的 稍微拉扯一下 攻兵發現打不贏 往後退 退回去 因為有第四 後面有第四 可以再稍微 稍微硬一下 好 我們感受到那個 鏡線的程度了 對 確實是非常非常難打 那 這邊家裡面要想辦法拖到 這邊就要想辦法拖到擺身 但是 你現在這邊對方壓著 你也只能不斷的補兵 你也不太可能去做一個轉兵了 好的 這邊我看薩西也是不斷的在刺探 感覺你現在 竹力部隊也沒有多少 對 哇 擺身受在變 是 好 我們看到薩西的攻防繼續往上攀 同時在升級閃現的科技 蟑螂能夠守得住嗎 直接刷臉上了 這一波直接刷臉上 往後撤還有兩根第四 再撐 再撐 加油 拖住 拖住 有沒有能量補地勢 對 到底有沒有 我們的擺身出來了 擺身出來了 第一隻 第一隻 噔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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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蟲加油 對 而且我們還有帶小眼睛 所以擺身就無所盾行 對 無所盾行 那這邊在斜坡上塞根立場 二框掉了之後 Slam直接打了GG 所以在第三回合 是由Sase這邊贏得了勝利 好 在這裡還是要請蘇貝老師來幫我們講評一下 你覺得剛剛這個 真的是有一點點風迴路轉 因為兩邊不斷地在轉兵 那你覺得關鍵點是在哪裡呢 對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這場比賽 對 畢竟是因為雅雄荒空上第五隊 從頭來講是香蕉之下來得難打的 所以Slam這邊打了一個 timing的一個戰術 對 那這個戰術其實算是有打得還不錯 因為對方沒有丟到大光炮 那但是我只能說Sase的一個立場放的 真的非常非常好漂亮 但以那個防守來講 我覺得是幾乎可以說是近乎完美了啦 對 這邊連寶礦力都出現了 真的 我發現出了季紅牛之後 對 又來 還有香蕉 等一下 Oh my god 講著講著連香蕉都有啊 這根本就遠足吧 Oh my god 可能是 你知道 比賽專注呢 也是非常的耗費力量 沒有 因為其實Slam是不能吃東西的 但是他拿那個串 基本上喝飲料這邊其實是 就是禁止飲食啦 但一般喝水都是ok 喝飲料我們通常都覺得好 還好 我們尊重選手讓你有一個有效 但是拿出香蕉到底是哪 你知道嗎 那史上第一回 到底是怎麼了 這個連香蕉都拔出來了 這到底是什麼優素啊 根本來遠足的吧 好 沒有關係 我相信現在裁判已經過去跟我們的Sansai 來解釋一下規則了 但我們第四回合 馬上要開打了啦 好 第四回合我們選擇的地圖是哪一張呢 那是廢棄瞭望站 對 我們剛才講說他的飲料非常多 下一秒就才拿出了一根神糕 這真的是太驚訝了 對啊 等一下就拿出一個餐盒 橘子 橘子或是三明治之類的 真的 對 然後可能迎來說 Slam Playwell 要不要一起這樣share 對 大家一起來演唱一下 對 一起來休息一下 我們一起邊吃宵夜 邊看RP 對 這真的是太酷了 對 連香蕉都出現了 好啊 好 我們現在馬上就要進入這個第四回合了 跟大家報告一下目前的戰績是SASA 2比1 一分人先 好 進入到第四回合了 是 吃了香蕉的神族能夠繼續的贏下去嗎 我不知道 這個其實香蕉跟神族的顏色是非常非常相近的 對 所以這邊不知道是不是有什麼想法 可能也是一種幸運食物 對 等一下Slam要拿出葡萄 對 這樣子還有點機會 是 好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第四回合 首先看到的是紅色的蟲竹 對 我們現在紅色蟲竹 螢幕上現在看到的一點鐘方向 就有一閃電到Slam 紅色 紅色的蟲竹 好的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藍色 藍色的旋族 對 它要見這種方向 這個是我們純粹在這裡的SASA 你這個還在笑 我剛剛看到有人說是香蕉旋族 好 它多了一個新的稱號 對 它有多 這樣其實感覺還蠻厲害 Banana Pothos 對 感覺還蠻厲害的 真的 對 聽這個名字感覺很有霸氣啊 是 對 Banana Pothos 我真的覺得 好 這真的是 相當 我終點只是打一打 拿出香蕉 這真的是死上同一招 沒有 我們剛才在討論說 欸 它今天帶的飲料好多喔 對對對 我們從來 這也是因為在 我們所有的選手都知道 不能吃 因為我們是 我們的攝影棚有兩個嘛 一個是聯盟攝影棚 一個是偉來攝影棚 偉來攝影棚是嚴禁飲食 不可以再用進去 對 那 我們聯盟攝影棚通常也都是會禁止啦 對 那 這完全沒料到 大陸的選手基本上都知道 不過呢 我們邀請國外選手 他們可能是比較不清楚的 是 對 那我們也不會 依依跟他們指示太 這是有個閒置的公兵嗎 喔沒有沒有 他去看一下四周圍 好 一樣這次打了一個慢狗開 慢狗開 我們回過頭來看喔 看到撒退家裡這個第一個BG 即將就要完成囉 對 欸 這隻 欸欸欸 這隻公兵繞了一下 欸欸欸欸欸 等等等等 哎呀 等 他先藏了一下公兵喔 是 這個很新 這個其實在 現在這罵比較少看到 現在這罵也很常做這種 就是藏公兵喔 因為 Timing 的關係 把公兵藏在旁邊 然後等你走了我再來偷偷放 好的 我們看到 哇 這個探測機還是不斷的流連旺反啊 補了兩刀狗 我要去補這個討厭的探測機 等一下來 然後再把三框開起來喔 最後有打一個 兩框 然後總共四支探測機在挖瓦斯 現在科技往上攀 撒退打的真的是很沉穩喔 我們看到這幾號 下來幾乎都差不多的一個 單BG開是比較常見 難道補充鈣質除了穩定情緒 也可以穩定 對 穩定實力 對 其實因為在鋪器的賽制裡面 你確實容易打到肚子餓啦 我們有時候再撥著撥著 都會肚子餓了 真的 所以你看吃香蕉可以補充我們的卡路里 然後裡面又含有這個豐富的鈣質 可以穩定你的情緒 對 而且聽說香蕉是快樂食品 對 真的 吃了會開心 很開心 這感覺不行啊 我們也要給你一個香蕉啊 對 以後就要吃一半 那借一下 借10人來體驗一下 是 是 對 不對 十年應該要吃雞排 好 看能不能夠擁有SEN的一個實力 SEN是將撒賽打到第二名 就是分組第二名的 彈虫王SEN 不是開玩笑的 看能不能夠吸到一點SEN的威能 好 那我們看到10年這邊呢 那三礦是已經放下去了 好 家裡面又是門口又是塞野燃場 我覺得SEN的開局都是很穩健的開局 那當然你打B去開 就比較容易判斷 比較容易判斷戰術啦 對於施來講就比較容易是到 神族初期會採用的一個戰術 一攻 然後可能會做前壓 可能會做開礦都不一定 那我們看到接下來放的是 兩兵營 直到三兵營 那期待接下來這場到底兩邊是要怎麼打 我們看到10年這邊又在出狗囉 在爆狗了 對 撒賽看起來比較像要開山礦 他就追劣到了自己的山礦 晃了一下 看到沒有異化蟲 異化蟲是已經出來了 來到這個中場無見核心是有看到 對 那這邊的話異化蟲 看要不要是溜過去哦 好 那這邊放下一根地刺在山礦 打的還是非常沉穩 非常非常小心 再升一攻 家裡面科技的走向沒有看到 目前還沒看到 目前還可以看到是只有這個BG 那同時再升一攻 沒有一些特別的建築物 沒有關鍵建築物啦 如果一直遲遲沒放 其實開山礦的機率是相較之下 來的稍微高一些的 因為等於說你的科技沒有往上攀 那其實你不如平均計回來了 就更有意義啊 好 我們看到十年這一場 這個張藍帆之場就比較晚放了 沒有 沒有 主要先搓 搓一下 好 偷打 對 一攻即將完成 其實來一半啦 來一半 這時候在小鮮的家裡總共是有幾個兵 對 只有三個 所以這一回合看起來應該是要開礦的 如果你這樣子一個到目前為止的走向 看不到三兵一攻即將完成 然後放下四瓦 公兵的數量其實已經刷到40隻的狀況來看的話 比較像是要開出自己的三礦 那這邊的話其實如果你要 欸 動下了 木光議會 那這個timing點其實是很晚的喔 特別留意這個timing點非常非常晚喔 而且剛剛一隻異化蟲不小心溜落出去也看到 這邊我們看到這幾隻哨兵是把王蟲給收拾掉了 這到底是有什麼打算呢 那木光議會好像是有被王蟲的余光給瞄到喔 對 那這一波我們來看部隊稍微往外拉一點點 實在家裡面升級的二本果然是要開三礦 會不會這個木光議會只是為了幫助他的攻防繼續向上攀升 當然有可能 不過我覺得他是正常的科技攀爬 就算你要開三礦其實我都覺得你是可以 欸 二攻閃追 哦 二攻閃追補BG了 是 哦 甲三開增 增一波 對 甲三開增一波 這裡在加速升自己的二攻以及閃現 我們的閃現科技 所以同時也在補的兵營 我們看到兵營又補了四個下去 對 那這邊對於實在來講 應該看到對方沒開三礦 心裡有數了 被騙了 對 心中一金 那這邊的話其實因為開局打得比較保守 這邊在升狗的一個攻防 二本 二本提好重點是蟑螂的提速 這一波要守蟑螂提速是關鍵 是 對 當然還有大量的異化蟲也是一個關鍵 但是 我們異化蟲的速度現在才提到一半而已 對 蟑螂提速趕快補 趕快補 這個很關鍵 來得及嗎 呃 來不及 但是打到一半就好了 哦 OK 但是不管怎樣一定要有啦 好 對對對 一定要 因為現在這一波 不拚一定死嘛 拚的話還有點機會 對 沒有 因為這波如果沒有蟑螂提速 就算有重胎都不好守 是 對 就算有重胎都不好守 點掉 漂亮 好 走人 啊 不行 我這樣太偏偏了對不對 對 點掉它 嗯 還可以 對 還行 撒射後面還有一個水晶塔 對 可以 可以 好 我們看到這邊狗速即將就要完成了 那我們狗狗的一攻一防也是升到一半了 要來 要來 三根第四這個防守 這個防守 我們看到立場 立場 閃現還沒好 是 欸 它閃現還沒好 它閃現還沒好就上了 不過好了 哇 完全是抓一個這個 抓到非常非常暗的一個timing 對 神竹 神竹的這個二攻擊 這樣就要完成了 夠 全部貼上去 好 這邊上來了 上來了 直接貼臉 看能不能換到 換到 選擇往後撤 因為第四其實還在 第四三根都還在 這三根第四非常非常關鍵 稍微拖到時間 只要這三根第四保留住 其實接下來的所有會在 你只要守這個口就好了 是 盡量把它們 Kiss在我們第一次的攻擊範圍裡面 對 那這邊的話 這邊持續的在做操作 想要換掉一些 那我們蟑螂的提速 只要一好 一攻一防好 接下來這個 對於Slam來講 它的防守就會來得輕鬆不少 是 好的 我們看到這個 一攻一防一防好了 一攻一即將就要完成了 對 現在這邊 我們在等後面的蟑螂 蟑螂的提速也好 稍微拉起來 有點 這個有 這個有點 追練的數目太多了 對 太多了 後面的兵有沒有補出來 有補 但是感覺這個數量還是 無法跟追劣看 不過這邊感覺追劣損耗很大 有 點掉 點掉紅血的 紅血的就點狗跟出來 可以 是 上面有那個紅血的 撿那個 你知道擺盲之中 對 擺盲之中 無法抽空 再拉回來 好 我們看到現在呢 Sase的人口 算是落後的 但是他已經打盡十年的三框了 對 打盡十年的三框 這邊拉了所有的攻兵 這邊後面的兵只要補出來 後面的兵有沒有辦法補出來 他這應該是要往下跳 有 好 點掉一隻 好 全部閃 再又跳上來 哎呀 哎呀 我們看到後面是繼續爆這個蟑螂 但是來得及嗎 這邊三框可能要氣掉了 這邊三框可能要氣掉了 對 我們看到スライム二框已經在補地次 好了 我們看到盾地科技是完成了 蟑螂也是及時的補出來 地次長到一半喔 到底來得及嗎 對 這邊後面水晶塔點掉 好 這邊剩下點掉盾地 躲起來 那Sase這邊發現很可能就會 Sase這時候是 面對盾地蟑螂是蒙著眼打 因為他沒有小眼睛 對 那現在這邊正面的一波 其實 Slane這邊有一攻一防的地化蟲 其實我覺得他的一個 在深攻防上面來講 可能一開始沒有想好 他選擇的沒料到對方是打閃追一波 對 那這邊他雖然是以蟑螂為主的一個 有點難打 後面的兵感覺沒有回來 是不是 後面的兵有沒有補上 我們看到是兩攻的陣列 選擇打正面 這少量的蟑螂選擇走正面 但是這個兵 打不贏 暫時是先退兵了 我們看到10年獲得一些小小的喘息 但是我們看到面對兩攻的神竹 那我們只有一防的蟑螂 對 只有一防的蟑螂 然後這個兵是直接一直被吃 對 等一下 我們看到這個機械製造場完成了 如果小眼睛出來的話 我們蟑螂就算遁地回血 可能也沒有用了 對 其實這兵的話 應該要趕快把狗補起來 因為你是一攻一防狗 其實面對對方純追劣的一個配運組成 其實你如果有機會補出一些狗 不過主要還是因為蟑螂持續的耗損 所以導致他的兵一直沒有辦法續起來 這一波 這一波的狗我覺得是個關鍵 這一波二十幾隻狗如果出來 撒瑟這邊硬上 我覺得這個還是很難打 我們這邊一看媽媽 還有媽媽媽媽媽媽可以幫我們 最左邊的地勢來補一下能量嗎 對 但是其實這邊的話 來來來這邊上 上了 這邊的話這一波很關鍵 如果沒有辦法換掉這些的兵就是輸了 但是感覺換不掉 對 換不掉 因為沒辦法這一波的一個兵力太多了 我們撒瑟的一個操作也是非常非常漂亮 那又是一個雙框一波的一個勝利 我們恭喜撒瑟是拿下了第三 第三分 對 沒有錯 我們看到在第四回合呢 又是由撒瑟拿下了勝利 所以現在的比數是3比1 撒瑟是領先了2分 現在他喝的是這個寶礦綠水德 也許未來呢 看有沒有熱情的網友可以幫我們做一個 飲食對於選手勝利的調查 以及統計 好的 回到我們剛剛的第四回合 我們要請瑟貝老師來幫我們講一下 前面到底是為了什麼呢 等一下 對 又來了 香蕉又出現了 他又通吃香蕉了 他其實只是吃一口啦 就是保持下去的體力 他可能沒有辦法 對對對 他可能快要受不了 其實我覺得開局被騙啦 他開局 思念看到對方生意攻 他非常非常怕 他其實一開始很怕對方打雙框一波 後來以為對方要開三框 結果後來他又是打雙框一波 其實我覺得薩瑟的上一個回合打的一個戰術 是非常非常靈活耶 真的是這幾場看一下他打法是非常非常靈活 而且他其實大家都以為 其實我原本也以為他是打 因為他其實那一攻他幾乎是沒有什麼加速 他一直打到一攻快好了 他後來才決定說好 我決定要走一個神 所以一波 因為可能就開始就決定好了啦 對 那其實這個 這一波的一個timing出來 然後Slam家裡面 我覺得有一個很關鍵是他的攻防區 他原本可能是想打勝的一個楊家槍流 所以他提升了狗的攻防 但其實他那邊如果升級的是蟑螂攻防 我想在中期的會戰會好比較多 對 因為蟑螂的輸出在那個timing點 其實比較多是仰蟑螂啦 異化龍其實比較偏向肉盾的一個概念啦 對 而且他其實是出了比較多的蟑螂 那中間我覺得幾次 明明蟑螂的數量就不夠多 其實真的不應該硬上 尤其是家裡面有三根地刺 那個時候他的蟑螂硬上 我真的覺得還蠻可惜的 蠻可惜的 對 好 那接下來馬上就進入我們的第五回合 第五回合 我們十年這邊做出的選擇是哪一張地圖呢 對 選擇是旋風 大圖 對 是地圖 好 我們現在來到了旋風之境 首先看到的是藍色 藍色的神族 在我們地圖的右下角 對 下螢幕上看到這個Fanatic Sussex 藍色 藍色的神族 是 好 轉過來我們看到紅色紅色的重組 對 現在目前看到這個1點鐘方向 這是由於閃亮的SLED 紅色紅色重組 好 加油 目前落後2分 1比3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辦法守住呢 對 這個賽末點很關鍵 一定要想辦法看能不能守住這個回合 今天一樣是採用BO7的賽制 先拿到4分的選手就會是今天的贏家了 目前SASA已經拿到了3分 10年目前只有拿到1分 要加油囉 這真的要好好加油囉 看一下這一回合 要不要大膽的打一個 凶惡的多 主堡開 好 弓兵出巡 實在這一回合打得非常小心 趁著現在還算風平浪靜 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如果剛剛10年這邊第一時間 他已經發現被騙了 其實神族沒有要開3框 那你覺得那個時候 如果10年做出不一樣的選擇 那做出什麼樣的選擇會比較好呢 其實如果他有早點發現的話 其實最好的選擇 應該是就是要停補公兵 要狂暴兵 因為上一場其實實在的公兵 補到大概60左右 那是因為前期過的真的有點太爽 那又沒有發現對手的一個意圖 但其實他有做到偵查這一件事情 只是他的那個 SASA的那個timing點 真的是騙到了所有人 那個timing點 真的是騙到了所有人 對 對 所以這邊好像要蓋主堡嗎 要不要蓋主堡 還是他會去開自己的3框 他要自己開自己的3框 好 那這個3開算是蠻偷的 那其實一般來講 如果你要守 你如果已經確定對方 是打一個惡攻閃追 那其實最好的手法 除了下第四之外 就是你可能還是要 下三三第四保底用 因為你必須 可能一破耗完之後 你可能必須往後等下一波的兵力出來 對 那神族 打閃追最怕的就是 少量兵力一直被消耗掉 對 因為操作好的神族 他的兵是不會死的 他的戰神永遠都是大過年 你一定要一波的兵 讓他有辦法吃掉 他閃追完 全部閃過一遍之後 你貼到臉上 他沒有辦法再閃 然後你就拔掉了 對 所以其實一般來講 工兵最好要停在50 對 絕對不能 絕對比較超過 大概50到50的之間 大概是極限的 對 你再補下去其實就 大概就天亮了 對 那其實你甚至不一定要升二本 當然 通常都會升二本 因為你不會知道 一開始不會知道 對方是打一個閃追一波 所以當然你還是會選擇 升二本 然後蟑螂的提速 然後大量的一化蟲 其實在那個防守 蟑螂雙足夠之後 後面大量一化蟲其實會很好守 那個機動性的關係 但是必須要停工兵 這是關鍵 你沒有停工兵就沒有辦法守 了解 好 所以我們看到這一局 這個神族這邊做了一個 還蠻特別的選擇 他沒有去開自己的二況 同時他在家裡 引刀塔已經放下去了 這是極限的一波 SLAIN要進去看 SLAIN一定要進去看 對方沒開二況 SLAIN那隻網蟲進去看 網蟲要嗎 往下 看到了 他看到了 沒開 什麼 家裡面應該要下對空炮台了 對 第四對空炮台都要下 現在不知道 對方走的是引刀路線還是飛機場路線 但是不管怎麼樣 放對空炮台是基本的 對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快點補 對這個 還有時間 他還有一點點時間 他在補狗 他怕對方打4BG 這邊已經前置水星 放在蟲竹的三礦型上方了 因為他走下去知道 家裡面關鍵對空炮台一定要補 對空炮台補了 補了看到對方二況 他知道對方有問題 補了對空炮台一個 第一次取消 所以他應該是知道對手的意圖了 應該是猜到了 對空炮台直接補了下去 哎呀 這個包子排中補的非常非常關鍵 如果 如果能夠 遏止到對手的引刀 那這邊的話 全部補 全部補狗 是 然後引刀已經來了 我們看到刷了兩隻引刀 現在直奔蟲竹 對 這個對於施奈蟲竹 有一個 有一個引優勢 他一定要守住自己的二況 他三況掉沒關係 他可以換掉對方二況 把自己的二況留住 他還是一個優勢 但是 他必須要留住 被進去了 哎呀 進去了 來不及了 他主框沒有對方炮台 你在這邊鬧 哇 我們看到那兩個引刀 現在是來到主框 擋住 要擋住 哎呀你又沒有擋 哎呀 好算是在前線已經逼退了神族的二況 但是現在自己家裡失火了 對 對 這邊又放下了主堡 這邊一化蟲進來 對 哇 我們是一個主框 哎哎哎哎哎 快點啦 降落啊 快點啦快點 先生全力在降 擋住他 他擋住了 對 這個時候 是不是引刀又要轉攻 我們的第二個 對二況二況 有 這邊包起來 這邊有兩個 對 很聰明耶 對還兩個 對 他一直補了兩個 哎呀三況怎麼會有 你看這個聰明的引刀 他這個引刀 他主要是他把三況的 那個 他可能被打掉 不然就是 不過他這個三況 掉了其實 就也是小虧啦 因為前期補了大量的一個一化蟲 其實已經有點小偵查到了 我們看這個卡 這個卡的很漂亮喔 這個其實 看他這樣子 不要看他這樣子 呆呆的 其實卡的還不錯 好 喔喔喔 能夠即時即時即時 下去了 同歸於盡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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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哎呀可惜了 我們看到蟲族的三況被勸退了 對 一化蟲要去打 呀 我覺得這個 薩瑟的引刀也是蠻聰明的 雖然說可能有時候 我們同一個 單位的部隊會編在一隊 但是他會把它分開 對 一個送死之後 另外一個趕快逃 Slam這個又是一個失誤 他剛剛應該是可以把引刀包掉 他引刀包掉 他就打對方二況可以給壓力的 但他沒有成功打掉那個 引刀 那現在Slam這個 又是從頭到尾 又是虧著打了 等於說他這邊又是虧了 因為對方的二況開了起來 真的是 初期抱了大量的狗 你記得要去壓對方的礦去 家裡也記得放對方的礦 卻不記得防守 我覺得Slam這個 這個真的是 大意了 對 就是你已經知道 而且你已經看到對方的礦了 其實你這個應該是 如就是 探囊取物般 因為對方二況已經晚了 你三況都已經好了 其實你甚至不打掉對方二況 你守住自己的二況和三況 你都是一個大優 你都是一個大優 你只要把弓兵補起來 做好反你 做好防守就贏了 但是偏偏你竟然 會選擇讓狗出去硬點 家裡面是不設防的狀況 哎呀這真的是 好吧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還有沒有機會 反敗為勝了 可是沒有想到是引刀 我們所有的注意力都被引到吸引了 沒有想到這邊還有一個 傳輸輪鏡 對這個引刀投下去 直接把對方炎秒掉 這個Slam的主框就掉了 傳輸輪鏡剛剛本來要把兵放下去 現在又 他繼續前進了 對他繼續前進了 那這邊變了一個 包子爬陰蟲 來到了 蟑螂還沒有出門 看到看到看到 你不是看到了嗎 不是應該要追他嗎 對他有了他有看到 有這邊 放了一個引刀 射要走這是一個雙線 這是一個雙線 這個要被打掉了 哎呀 哎呀點掉有有有 後蟲快跑 後蟲快跑 後蟲快飛 後蟲快飛 這兩個引刀來得及 點掉一個 對 應該有有 煎炒蟲來了 好防守還是守住 但經過這個一來一往 我覺得十年這邊好像也是損失蠻多的 對那這邊阻止對方開三礦 自己的三礦則是開的下來 Slam這邊 把工兵重兵刷的起來 雙方的工兵數目前是SASED50 Slam的42 43 43 對 好的我們看到現在十年的這個人口數 還是領先的SASED50 有10左右 那在工房的部分 神族是小小的領先 一點點 現在再升的是二攻 那我們看到蟑螂的一攻 也是即將就要完成了 蟑螂的提速也要完成了 但是反過來看到SASED50 這裡不朽也有 對看到不朽 那這邊家裡面的選擇 我覺得應該要知道 SASED真的很喜歡閃追配不朽的 這個配名組成 那就是看Slam這一場有沒有意識到 好這邊要直接換對方的兵 要硬打了嗎 還要硬換對方的立場 把對方的立場換掉 是 有 他這邊 他選擇點不朽 有 點掉一隻 回不了家了 再點 不要不要不要 應該要走人了 但來不及走了 我們創了緩球 沒關係 這個往後撤 是來得及的 好 走人 那已經知道對方的意圖了 要不要走刺蛇呢 但目前感覺還沒有要轉兵 對他家裡沒有在補了蟑螂 這邊要打雙礦了 有工兵再補起來 那這邊的話 這一個工兵補起來 一定要 工兵補起來了 也放了帝子 對 兩根帝子放在自己的山礦口 我們看到的確是不朽 要搭配這個閃追 對 又是一樣配兵組成 那這邊的話應該會開山礦 因為工兵的數量確實是補起來了 所以 這邊選擇的不是繼續升級蟑螂的二攻 而是選擇升防 讓狗狗跟蟑螂可以同時受惠 家裡已經放下了這些感染蟲巢 對 蟑螂一個雙線想溜 好 走人 轉不到 這個主要是干擾你開礦 不過只要有辦法拖住 我看到架裡面好像都走百身 有 Slam這一回學乖了 拖住走百身可以 但是你一直拖人家山礦人家會不爽 所以拖回弄打一波嗎 人家要不爽了 人家要不爽了 完了完了 SASER不爽了 好 好 踹攻 怒刺香蕉的神族 對 要反攻了 對這一波牙魂你這不給我開 不過現在我們看到百身開始量產了一口氣 是生產了六隻 對那這邊其實山礦可以放掉 這邊是可以考慮放掉山礦的 山礦是可以放掉 但是關鍵是怕對方上二礦 對方要做保夾 保夾 保夾 這裡沒東西 沒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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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波直接上了自己的主礦 擺身 這個擺身 這擺身低浪不了 有啊 對這個擺身要全部拉到二礦口了 這要直接全部拉過來了 全部拉到二礦口死守 想辦法跟對方換兵啦 但是這個配兵組成 這個對方兵力量很多 非常非常重 我們看到這邊是一個雙線的進攻 三礦掉了 擺身進來換 免費兵種 來換 再來換 好 其實這個三礦可以換掉 當然你死那些攻兵是有點 有點感傷的喔 對不過 因為 薩瑟也已經挺攻兵了 主要是薩瑟這邊也發現他的 他是挺攻兵 可是他前世的主陸部隊 感覺沒有什麼手號啊 對還是非常非常多喔 對 對 那個腦人的傳輸冷靜還飛來飛去啊 對他這邊還可以持續再刷兵喔 對 小心 小心 對 這個小蛋蛋 他這邊好像沒有生 對他沒有生 他沒有生 我們擺身獸的小蛋蛋 蟲蟲科技沒有嗎 對 出來了 哎呀狗服出來 但是這個兵力量真的是 感覺有點來不及了 感覺都很吃力 不過 撐住了嗎 撐住了 還沒呢 媽 哎呀 撐不住 帶了這個小眼睛啊 我們擺身獸盾地也沒有用 對 這邊我們來看到主礦 主礦被引刀空頭了 主礦被空頭引刀了 主礦已經爆了 各地在亮 對 難怪他剛剛所有的兵都不見了喔 那這邊來到了二礦 他已經要被封住一輩子 二礦掉了 那死輪應該就是要 停在這邊了喔 我們來看到 薩瑟的一個實力 果然是 相當相當不錯的喔 這邊死輪打了 拒絕我們恭喜 薩瑟在第五回合又再次獲得了勝利 最後是以4比1贏得了今天的比賽 那最後我們還是要請好壞老師來幫我們講解一下 你覺得這個第五回合到底關鍵是在哪呢 對我覺得就剛剛已經強調了 我覺得開局真的是 已經知道對方是打一個單框的一個情況之下 那個防守我覺得是做的漏洞百出啊 其實你真的要守你真的要爆狗可以 那你就是留一根地刺 留一個對用炮台 每個礦區留一個地刺 留一個對用炮台 其實你要出門就可以了 對那這個是最基本的一個條件 那你如果要跟對方換二礦 但是卻導致了你的主礦被騷擾 以及你的山礦被騷擾 其實這是一個大虧的 就是這並沒有賺到 而且最後其實對方二礦還是會開起來 因為只要你被殺到你的兵就是要拉回來 那你部隊只要一拉回來 而且對方其實走的是引刀 你也不可能在對方二礦鬧太久 因為對方摔一隻引刀就好守了 所以其實這邊真的是 當然你不知道對方是走引刀啦 可是你最起碼知道對方是以礦的情況下 你又預料到了就是 對方應該是走這一個套路的時候 其實你家裡面應該做防 我覺得應該要做到欸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很可惜 他剛剛是只有一個包子爬行蟲搭配一個媽媽 對他放一個包子爬行蟲搭一個媽媽 我實在是不太好 那個只能放大概只能放鳳凰而已 對而且他還放在門口 可能猜錯了 對其實不是猜錯 因為如果要守虛空或是母劍河 如果要守虛空的話 其實應該是有辦法放礦虛 對他不會放門口 他放門口其實就是要抓對方的一個引刀 但是沒想到媽媽手短 對那其實沒有其實那個不是媽媽手短 因為那個一看就倒不可能 因為母劍河心不會 不是母劍河心 我一直講說引刀不會跟媽媽單挑 他絕對是看到裡面他就說 有那個東西是掰掰 他就走進去了 本來以為說這個媽媽 是不是還是可以成功阻撓 但是沒想到還是沒有辦法 對是沒有辦法 他們貼著牆地走 對他就直接走過去了 其實重點是那個根本不可能阻撓 對因為媽媽只有一隻 媽媽的數據又這麼低的情況下 根本就是不可能阻撓了 所以那個職業選手不能騙自己 不是說媽媽超強我雷獸 這不是這樣子 他那個是不可能擋得住 所以其實真的最起碼家裡面 該做的防守必須要做好 對這個真的是 我覺得這開局就大獵的情況下 後面其實做的還不錯啦 就是阻止對方三框 然後走了一個百分數 算是客製對手配兵組成 但是前期真的太可以 被對方一波打死了 對相當的可惜 好那沒有關係 雖然說十年今天沒有獲得勝利 但是他在我們下一個賽季的超級聯賽 仍然是我們的職業電競選手了 那接下來是不是要來做一下 明天的預告呢 明天在未來娛樂台 我們看到在SF的部分是橘子熊 要對上太陽神了 那在我們跑跑的部分 一樣是要進行這個季後賽 大家都有看到歐文今天生病了 風光不是很好 那請歐文的粉絲 可以多幫忙加油囉 最後在這個星海的部分 我們看到明天是 我兄弟內戰們是 HASS要對上燕 都是閃電狼的選手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這個99教練該怎麼辦呢 那明天晚上8點 請大家記得鎖定文來娛樂台 那在這邊要謝謝好話老師 謝謝麗珍 那也謝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在街边的角落 我真的想说 我爱不懂了 无想无声地 淹没着苦涩 我透过希望 只看见翅膀的残破 那种景色 也是一种美梦 爱不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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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日夜交替后的 冷漠 心落了 晨光熟人在颤抖 那些悼念的悼念的都 渡过了 爱不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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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想说 我爱不懂了 我爱不懂了 无想无声地 我爱不懂了 爱不懂了 的爱不懂了 伤口我 失望 也许和十分之类 但情色 也是一种美梦